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装一携 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处吹雨 3D话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综合台 每周一到周五 中午12点到一点钟 在香港直播的3D话新闻 大家好我是凡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从昨天开始呢 中国的新闻正式进入了两会季 那么我们在直播的这个时间点呢 看到电视画面上呢 依然正在播出12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 刚刚我们进直播间之前呢 是看到复营发言人 在回答凤凰卫视的记者陈琳的一个提问 也是问到了香港政改的问题 以及现在大陆的游客 和香港的这个所谓的反自由行的这些市民 他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复营这个发言人 他有他的回答 我估计明天这个奔跑把兄弟又该火了 因为他刚刚呢 是以这个奔跑把兄弟作为例子 作为这个切入啊 意思就是说毕竟是兄弟一家人 还是有些东西要克制 就是要要理性 那当然香港他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他也有他需要这个改进的地方 好这个是正在播出的一个记者会的现场 那在昨天刚刚结束的 12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呢 我们是已经看到了全国政协主席于正生发表的这个工作报告 那么今天早上我翻看香港的报道呢 就发现香港的媒体非常的敏感 对于什么敏感呢 就是怎么样描述这个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那有明报呢 他们就发现说这个今年的这个报告呢 是比去年略短并且省略了2014年的报告当中 写有的港人治港以及高度自治的字句 但是就加入了支持港澳特区政府和特首依法施政的字句 那么有政协常委和委员呢 就解说这个全面准确呢 是贯彻基本法已经包括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但是在香港这边看有泛民的议员就开始质疑说 中央用白纸黑字的手法剥夺了港人的高度自治 那当然这是这个香港媒体的他们的一个报道的关注的重点 和可能在香港的新闻圈香港的社会会发酵的这么一个方向 但是我自己作为作为一个没有今年没有去报道两会 但是旁观这一切的媒体工作者来说 因为也是昨天我们讨论过翻译的问题 就是吕心华正邪的这个发言人 他一开始开场的时候说什么铁帽子王 说大家都很任性高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理解翻译都很迷茫的时候 我就特别担心 我说这个于正生的这个 当然他有那个各种的版本 他都是一并发给媒体的 可是我有的时候就说尽管他翻译的出来 但是能不能让那些外国人懂 比如说他最后一大段讲到 我们要高举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邓耀平理论 三个代表中央思想 科学发展观 还有什么这个 包括他前面也提到了四个全面 那这个当然他们就说是习近平主席推出的一个 全新的这么一个理论 他是中共这个第一次完整的提出习近平的政治纲领 这是在二月份二月底的时候提出来的 说是继毛洞思想 邓耀平理论 这个习理论呢就呼之欲出了 所以呢我就我就特别想知道 我说这些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或者口号的话 你怎么想办法让这些外国人明白 所以呢今天咱们的三地化新闻讨论的主题 就是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口号 对其实在中国口号是个非常常见的东西 从最早的什么三项纪律八大注意 那个是那个毛泽东时代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然后还有在后来的比如说那个一国两制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等等好像有很多很经典的口号 其实一国两制是最成功的 在世界上都非常的有代表性 但是其他的很多口号老外他们可能真的是印象不深的 比如说什么三个代表啊 你知道三个代表是哪三个代表吗 代表先进生产力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还有一个是最后一个我就忘了 你还不做还能还能说出两项 那那个八容八尺你能说出几个来 其实我们大学的时候要求背 真的假的 对但是那个时候那个高 那个应该是教育部吧 来做这个高校做市场啊 所有的人都会都要背过 老师会抽查的 说万一这个教育部的人出查到你 你马上就要背出来 然后结果当时我出国了 我就逃过了这一切 所以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清楚 这个八容八尺 但是我好像就是那时候宣传的挺多的 看到其实讲的挺好的 是讲传统的道德礼仪的 然后包括荣辱观等等的 其实是那个还是说 我觉得跟政治没多大关系 更多的还是强调个人的修养和素质吧 对 但是你看这四个全面 于正生昨天在这个报告里说的是 总结了14年的政协常委的主要工作 第一项就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里面就说贯彻学习了四个全面 然后呢 对于15年的新的政治工作呢 第一项也是要在15年 政协要加强这个全面学习 四个全面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觉得这四个全面到底是什么 现在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就仔细去看了一下 这个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然后呢 我也看了很多评论 就是尤其是人民日报 就把它这个简直就是上升到了一个高度 但是我就觉得这特别扎儿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就是你你把它夸得这么美 但是我真不知道他仔细是要讲什么 不用不用你明白 只要我党明白就可以了 而且一听上去你感觉 他是有一道光环 或者说他有某种振奋人心的效果 他就够了 就感觉你看我们一切的工作 他是有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的 对 所以呢 这一切可以指导我们大踏步的往前进 对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但是我 不用劳务 我就是感觉哈就不管这个东西它内容是什么 一听它是四个全面就特别虎人 因为你看以往我们都说什么 马克思主义 列宁思想 邓小平理论 列宁 马克思理论 列宁思想 列宁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然后是三个代表 然后到现在四个全面 一听就是并列的 一听就是说绝对是最高的思想和理论指导 好像每一个领导人那个上来 又又得加上一点是吧 胡锦涛会加什么科学发展观 对 然后习大达不知道会不会搞这个四个全面 不是之前都有中国梦了吗 对 我记得特别搞笑的一件事就是 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政治课嘛 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政治是 你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问题的 但是你 那也不就好了吗 对 不用你回答 不是死尽背 因为它有一些政论题 比如说 怎么能够做到什么中国在 怎么怎么的多少年内 实现全面小康水平 那时候你就套什么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坚持三个代表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你分反而不低 但是实际上你知道你写的这些东西 对这个 根本不懂什么意思 对 有用吗 其实不一定有用 你只是有一个大概的 它主要是武装我们的头脑 就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 和更加智慧 对 但是让我就感觉 其实你现在反过来看 这些最早都是政治口号 后来都变成了口号政治 反而你还不理解这些口号政治 到底是说什么的 只是好像隐约觉得 哦 我们的这个发展一直是有迹可循 有理可依 对 有道理的 对 这就够了 对 但是你看这次这个四个全面 据说呢 还经历过一些的波折 他最开始呢 其实没有四个全面 他只是这个三个全面 是在去年十一月初的时候 习大大在中国东部的这个福建省 他调研嘛 当时呢 他只有前面三条 不过呢 后来的内容就经过了这个修正 我看一些外国媒体 他们就在那猜 也不知道靠不靠谱 就说 必须得提到反腐败 你如果不提反腐败呢 可能会像公众啊 他有一个这个错误的这个感觉 所以呢 最后呢 就四个全面 最后一条就加上了这个全研制打 这次呢 就显得把他的框架 给他整体的打磨的完整和成熟了 有些人就猜测说 会不会这个四个全面以后会纳入中共的党章啊 或者什么国家宪法呀 作为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就好像当年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的做法一样 不过呢 也有人觉得可能还太早了 因为毕竟习大大还得 以后路还长呢 他起码有十年的这个任期可能 所以呢 这么早呢 应该还太快了 就说 好 那说到这些个政治口号 那中国当然是这个世界上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 我们就非常盛产 这些耳熟能详的政治口号 那到底我们先从这个四个全面说起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内涵 比如说我俩可能都不太清楚 只知道字面上他有几排这个 几排这个字 但是他到底说 而且还没完全对账 对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内涵 另外呢 他的这个理论水平 他真的像人民日报说的 他又实现了一个新的高度吗 那么高 大国道路的设计者 好 再来请这个张立凡老师 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者 他是中国的近现代史的这个专家 来听听张老师的解读 我觉得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 中间也就是隔了几个月吧 三个月大概 但是现在总体来看 就是这个四个全面 现在被这个媒体是评价很高 而且呢 甚至于可能想往这个里程碑上来数 这个吧 就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原来这个十八大以来 一直是在提这个中国梦 然后现在呢 这个又把好像四个全面 和中国梦连在一块说 这样呢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梦的解析 就是对中国梦做一个解析 咱们怎么能够实现这中国梦 因为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中国梦的概念 人的感觉很不明确 就好像是一个 这个雾霾中的风景那样 就是触摸不到理论框架 之前我也说过 我说这个中国梦作为一个理论框架 提出来 它可能 因为它感觉 是一个文学语言 或者是一种感性的这个东西 所以 如果是一个 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民间的这个 舆论的领袖人物 他这么提也没错 比如说我们知道 像马丁路德金他也有一个 他的这个我的梦 或者文章 但是呢 作为一个比如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 这么提的话呢 大家不是很清楚 当然后来他也做了一些具体的解释 我觉得这次这个 四个 这四个全面呢 可能是立了四个标杆 作为这个中国梦的一个理论框架 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它力求完善的 这个一方面 但是呢 我们再看这四个 这个四个全面来看 我觉得 也都是以前提出过的东西 那你像这个 全面这个建成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这个概念 其实是79年 邓小平接见这个日本首相 大平正方的时候 就提出来了 然后你说这个 这个深化改革啊 改革开放 就是三就改革开放来讲 这个概念是 也是邓小平在78年 大概就是应该说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这个 这个这个概念 然后你再说 这个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呢 其实是 一个是邓小平时代 就已经提出来这个法治 然后呢 到这个十五大的时候 江泽民又提出来 就是在89年章 江泽民提出来法治 就是特别用了治理的治 取代原来的那个制度的治 然后到这个后来 就提出来 正式提出来一个概念 就是依法治国 这个呢 也写入了这个 中共的这个政治报告 十五大的时候 就是提出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 大家都知道的 还有就是 最后一个就是 从严治党 从严治党 其实十三大 十四大 十五大 还是十六大 反正 这个是 每次党代会都提的 所以我感觉 就是四个全面的提出呢 可能从另一个方面 说明了 就是这 这三十年来 有好些原来的 这个提出的政治目标 没有达到 所以现在呢 还需要继续深化 然后来实现 就给人的感觉是 把一些旧的概念 重新刷漆以后 把它这个展示出来 然后大家作为一个 未来要笨的一个标杆 大体上就是这样 就说他可能 光从这个理论水平上来说 他没有那么重大的突破 就是没有创新 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个正常的国家 一般来讲 没有人 比如宪政国家 很少有人谈什么理论创新 或者什么执政理论 好像没有这种说法 他们就是 有两党制或者多党制 他们就是竞选 竞选的时候 提出来一个 哎 我要是当选 我会做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这个忽悠着选民们 都去投他的票 哎 他胜选了 大家就以这个标杆 来看他这个任期内 做了什么 除非就是这样 然后决定下回选不选他 但是我们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是一般来讲是 哎 党内通过这个 他的程序先定了 或者隔代指定了 这个接班人就是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先接班 然后再提这个理论 新的理论 或者是叫做 我们叫做里程碑也行 然后就是说 我上来了 我在我这个任期内 我有什么目标 我要做什么 反正这个感觉上就是 这个理论创新 就是等于每一代领导人 都要提一个 我们从这个远的 就是叫做 毛 毛 毛瞳三科梦 对吧 大家怎么历数下来 这个毛瞳咱们就先不说了 就是说这个三科梦 三科梦 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 我说三科代表是本体论 到科学发展观就降了一等 就变成方法论 但是呢 中国梦 我一直好像不太明确 就是它的理论 框架不太明确 但这次提出四个全面呢 好像是明确了 但是呢 又给人的感觉呢 不属于创新 因为这个创新的话 其实对我们这种 一党执政的国家 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你上来 你必须有一套说辞 大伙才能心甘情愿的跟你走 那你要是你这说辞 你这个目标不明确 你这口号不明确 这个大家就不知道 无所适从 所以我觉得呢 可能是为了这个 所以就又把这个 四个全面提出来了 所以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也观察到 就是口号的数字化 这个问题 我多年前 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就说口号数字化 数码别太大 这次这个四个全面 我觉得数码还不算太大 一般来讲 过了五 大家就不太容易记得住了 比如说现在你说什么 五讲四美三热爱 大伙现在就记不住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你现在马上找一个人 你说他让他能够背出来 也很难 还有什么八容八尺 我估计现在大家都说不全了 这个四个呢 我认为啊 就五以下 应该是还能记得住 如果再多 可能就记不住了 哎呀 别说什么五以上 就连三四都不记得 其实我看了一篇 关于中国政治口号历史的文章 然后他说最早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把这个东西 都用数字化归纳起来 是因为那时候建国率 建国初期的时候 十字率不高 然后如果你用这个数字 给他记出来 大家就很容易记住 而且朗朗上口 但是现在你反过来再看 确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是能记住数字的 比如说三反五反 大家都能记住 然后四个现代话都能记住 但是凡素你 让你说三反五反的 具体内容是什么 对都记不出来 对吧 四个现代话也说不出来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真的是只流于 记住了这个数字和口号 但是真的不知道内容是 对就是但是 但是你说我党看 你比如说看昨天 于正生的那个报告里面 他有很多的这个排比吗 这可能在一些国外的同行看来 他们会显得比较的困惑 但是好歹呢 那些个就好歹他的这些排比 他还是有实质性的话语的 比如说什么促进经济增长 推动结构调整 怎么怎么的 这些你从字面上 你还能翻出来 但是你你他高度浓缩的 这些口号式的什么 四个现代话思想基本原则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这些你光看字面 你是完全不知道 他什么意思 即使你看了他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是什么 你都不见得能够理解 他的这个内涵 但是咱们就喜欢弄这一套 那一定是有他的这个原因的 我一个是觉得 他呢喊上去 听上去是这个质地有声 就是他有一种权威感 还有一种神秘性 就一般你不可知的东西 你会有一种敬畏感 你觉得有没有 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不明而立 说罢了就是 不明觉厉 不明觉厉 我觉得是这样倒是不假 但是就是苦了这个翻译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 英文翻译出来就比中文长 中文是高度浓缩了 英文你要真的 想让老外去听明白 可能要翻译一大段一大段 才能让大家知道 这是什么内容 所以真的是给翻译挖坑 好这个我们也说到了 我们觉得今天操这个心 可能也多余 老给外国人操什么心是吧 咱自己自己人能懂就行了 但是话又不能这么说 因为现在呢咱们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外形象 非常注重咱们这个国际地位 是吧 国际地位你中间也会包含 就外国有人是怎么看你 你要做好这个对外的宣传工作 要是给别人看不懂 你有些理论 你有点可惜 就是说你不能只让自己人知道 你看所以那时候 扎克伯格那个整个的Facebook 都放了英文版的习近平治国理念 要是翻译不好 其实老外真的是没办法 对对对好那既然说到老外会怎么想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听一位非常厉害的媒体人 他呢是CNN前北京首席记者 今年63岁了 今年几个月之前刚刚从CNN退下来 但是现在呢还在北京观察着中国的发生的一切的变化 那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43年 报道了中国就33年 经历了从邓小平开始的五届领导人 他是吉米弗洛克鲁兹 我们等会儿呢 也听听今天早上 我们对他的一段访问 看看他作为一个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 他是怎么理解这些很抽象的口号 那他又怎么样通过他的办法 让这些抽象的口号变得具体起来 三连话新闻稍后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回来三连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陈宇 今天咱们趁着这个两会的热气 也聊聊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现象 那么政治口号就是其中之一 那紧接着呢 我们找到的一位嘉宾呢 是美国有线电视CNN北京分社的前首席记者 吉米来请他谈谈他对于这些中国口号的印象和理解 那尽管说他在中国生活了43年 报道中国都有30多年 以前还当过知青插过队 本身是个菲律宾人 但是他一来到中国 听到这些很抽象的口号的时候呢 还是吃了一惊也完全听不懂 但是之后呢他就慢慢的理解了 我们来听听他最开始的印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我记得60年代有一些什么破四旧啊 除四害啊 当时我也不太懂哪一些是四旧啊什么的 然后七八十年代有什么四个现代化啦 五讲四美啦 精神污染 后来因为我住在中国 也是上过学 也是关注了几年 我自己明白 但是呢 作为一个外国记者 或者是在媒体 外国媒体上 这些口号是没法 一个是或者是没法理解 或者是没法用 因为那个或者是理念太多 主题太多 没有办法把它归纳成一句句话 比如说七十年代比较流行的 一个口号就是解放军的口号就是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当时我们一听一个是那么多的规定啊 但是呢 打听理解 好像和当时的情况 中国的状况有点远了 也就是因为它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 一个口号 解放军的口号 当然你可以说 精神是 从精神上还是没有变 但是呢 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法把它 用在这个当前的情况 也就是因为那个 我觉得在中国国内可能还有点用处 因为采用这样的口号 可能对一些国内的公民 还比较熟悉 就这样的想法 理解 理解法 但是在国外的话 如果要通过外国媒体和国外沟通的话 采用这些口号是不成效的 可能我想97%的外国人 如果听到这些口号 97%的外国人可能是听不懂 那么3%要么是天才 要么是外星人 我很好奇的就是 做报道工作的时候 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要报道中国的什么 中国梦啊 什么四个全面啊 您会想到要把在中国看到的 听到东西要传达给外国的读者和观众 那势必中间会有一个翻译的过程 那您会怎么样把这些非常抽象 这些口号换成外国人能听得懂的这个预言呢 在电视上是很困难 因为电视 一个是时间有限 它不一定给你十几分钟的时间 来解释这些口号或者是理念 所以我们只能用几句话 不一定是用那个口号 就解释说 最近什么某某领导人 或者是某某媒体 提示大家什么什么样 或者是现在有新的规定 或者是新的理念 主要是指这些 因为如果我们用 就是一模一样的口号的话 那么好像达不到沟通的这种目标 平面媒体可能还好一些 因为你可以用几段篇幅来解释它 然后把上下文也讲清楚 这样才能够达到这种沟通 但要不然我们很难采用它 那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心态 就是说我能避免解释这些 我就避免解释 说了可能还会引起大家的误会 有时候只能是那样了 就是避开它 只能是可能还能 比如说从理念上还能讲两句 比如说现在的领导 或者是现在的北京的领导 现在开始推动某一个 比如说某一个理念 某一个指定方针 或者是什么 但不能从口号讲起它 只能是说它是一个新的政策 或者是新的措施 所以综上就是说 中国制造的这些口号 它可能只能用于对内宣传 对外宣传 它是毫无帮助的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毫无帮助 或者是很有限的帮助 但是有时候它反而会导致 误解或者是把它变成笑话 比如说您如果我们设想一个场景 你要跟一个美国朋友讲 中国有一个三个代表 中国还有一个科学发展观 您会怎么样尝试跟他们解释呢 没法解释 就是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还不太懂 或者是弄不懂 另外有时候我自己懂了 我也没法用 只可意会这个东西 是吧 对 因为它不是文字的问题 而是理念的问题 就是理解 在某种文化里面 或者是政治文化里面的 一些理念 那么外国人不会懂这些 他没法理解 比如三个代表 他们有一些马列的一些理念 他们都不懂 所以比如说你说那个上层建筑啊 那些马克思的一些话 或者是一些口号 一般的外国人他听不懂 也没法解释 除非是你让他先看看那个宣言 马克思的宣言 那要是有些新的记者 他们从国外派到中国来驻战 他也是第一回接触这些东西 但是他又得从事相关的报道 您会怎么样去建议他 从不理解 慢慢的到理解 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只能是慢慢学吧 或者是请教一些 中国人比较能够用普通的语言 去解释他 有时候都看一些书 看一些报道吧 中国报道 但主要是需要在中国 在相当一段时间 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他 但是我们看有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会议 像两会 像十八大什么的 他们也会有些英文的材料 或者在领导人做一些报告和讲话的时候 旁边有翻译 那那些个英文材料和那些翻译 他们的这个翻译会准确吗 他们通过英文翻译 你们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 翻译的水平有高有低 当然在大型的这种会议上 我想翻译的水平高一些 因为他毕竟 他也经过一些外国专家的这种修改 但是我知道外国专家 就给这些 恐怕也是头疼的 他们只能是采用一些 可能比较接近外国理念的一些字数 来翻译他 哪怕是很高水平的翻译 翻译稿 我想普通的外国人 他不一定看得懂这些 或者是一部分的一些口号 或者是圈段 好 其实也挺难为他们的 对 我听完我有两个感受 第一个就是汉语 真的是太不大精神了 就是难为老外 这是共产中文 他又是汉语当中的奇葩 对 第二个就是 他刚才说了 说老外如果能看懂和听懂 只有3% 这3%不是天才 就是外星人 那他就是说我 中国人都能听懂 都是外星人 我当时我就特别想 问他 我说你能不能想起来 他老说会闹笑话吗 你能不能想起来 有没有具体的笑话 他说这个想不明白 反正我就每次跟人家一聊 别人也根本就听不懂 我就也不费那个劲了 除非你来中国 你首先得学中文可能 还得看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数据 就像咱们一样 从小学马哲上那个毛凳 上毛盖叫什么来着 总之一向那种政治理论课 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让那个台湾人 或者是香港人 他们来直接听 一样的 可能也听不懂 他们也就是基同鸭讲 我这找到了当时01年 就是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 江泽民他不是在庆祝大会上 发表了长达两万三千字的讲话吗 当时就认为说 那是公开阐述三个代表的巅峰之作 因为他强调说 那是立党之本 执政之机 力量之源 我记得01年我在上高 高高高几啊 高一吧可能 对我也是在高一 我好像在背 好像政治在背 然后呢就 我就看当时那个西方世界 他们怎么去报道 当时纽约时报 他说 这是中国领导人敦促共产党 向资本家敞开大门 然后日本的独卖新闻就说 江泽民的讲话 将成为中国共产党 向脱离阶级化 迈出的重要一步 那个华盛顿邮报就说 这是一个竭力设法 在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革冲击的国家中 保持重要性的组织 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另一个转变 还有路透社是说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的努力 试图通过吸收资本家入党的办法 来保持党对这个迅速变化的国家的控制 这是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则基础上 发生了一个最为急剧的变化 我发现经过他们翻译的中国人全蒙了 不让你们理解啥意思 对 是啊 真的不知道他们在说一下 哎呀这个所以呢 你看这确实很勉为其难 因为在你别说外国人 可能在很多国人眼中 除了党员也不见得明白 说句实在话 对 就是它是我们共产主义修辞当中 又一个晦涩复杂的这么一个概念 你说翻译成英语这个代表 它也显得非常的古怪 但是三个代表在中文词里面 它就显得还挺连贯 而且呢是有人说非常的精妙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 一个是文化差异 二一个是理解政治 理解这个语境的这个差异 没法说 好 我们先休息会儿吧 等会儿呢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我党 这么喜欢造这个政治口号 张老师也有他的一番解读 我们稍后回来 好 欢迎回来三地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刚才我们听了一首老歌 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听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明白了 我说为什么咱们要给他定那些数字 而且还要编那些歌 你发现朗朗上口 对 他方便记忆 就是方便传唱 你发现你记歌词比你贝克文要容易 对不对 对 但是我觉得那首歌 三项纪律八大注意 那还是有实用价值的 起码在那个年代 因为是二十七年的时候 毛泽东率领 龚东红军上井冈山 为了避免和人民群众发生矛盾 避免和其他的一些武装力量发生矛盾 才定下了这些纪律 包括经过发展 从最早的三项纪律 六大注意 变成了今天的三项纪律八大注意 但整个过程 他起码是起了实际作用的 而且他通过歌的形式 在军队内部传唱 也确实规范了 当时可能因为很多时候 那个时候的一些当兵的人 我们的革命先烈 可能确实参差不齐 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 但是这个歌出来之后 传唱完了之后 大家确实改善了很多 也给军队树立了很好的形象 就是说他有些口号 他其实不空洞 虽然我们看 觉得你一直是有这么印象 但是有些口号 他诞生之初 他就是有他的功能性 当然现在也有他的功能性 但是可能政治的指标意义 和他的理论价值 要更加高一些 所以他诞生的原因 或者他变化的原因 一个是要从传统说起 或者也要从他的语言 语音学的本身的含义说起 为什么他会选择 这样的几个数字 应该也是经过一些研究的 我希望他是经过研究的 这样显得是吧 这个做这个事的人 还智商还比较高 好我们来听一下 张立凡老师是怎么样分析的 为什么中国人就特别喜欢 造这些政治口号 我觉得吧 这个 这个 就是原来来讲 这个数字化 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便于记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原来你看这个 干革命的时候啊 很多干部都是没文化 干部没文化 群众也没文化 那你要传达一个什么党的指示啊 你要是这个写一篇文章 肯定这个就 大伙都记不住也说不清 那于是呢 这个口号就变成一个主要的传播手段 而且呢 加上数字化呢 就比较好记 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 然后四什么 这个容易记得住 所以你看这个中共历史上 就是这种数字化的口号 特别多 什么这个这个什么 思想基本原则 什么你再往前推 什么四个第一 什么 刚才我讲的什么三大纪律 八项主义 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数字化 都在这个 作为一种这个宣传手段来讲 是用到了极致了 但是呢 现在这套东西说实在的 你在这么一个 在这么一个互联网时代 你再弄这些东西吧 说实在的 这个我觉得啊 他本来是针对那个文化不高的干部和群众的 现在呢 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变成一个党八股了 就是说哎 凡是提出一套理论来 一定要一二三四 比如三个代表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一二三四呢 就是变成一种格式了 然后呢 再往下传达 也是按这个格式传达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已经 就是从理论上来讲 不但没有创新 而且有一种八股化的这种 这种倾向 这个也是 毛泽东当年 反对党八股 但是其实毛泽东自己 他也是 他的这套东西 虽然毛泽东的语言 应该说是 比较生动活泼 也算是有魅力的 所以你看那个 但是他也未必能够脱离 这个党八股的苛九 他虽然他反对党八股 但是不一定完全能够脱离党八股 但是总体来讲 后来中共党内的人 你看他们写文章 很少有写过毛泽东的 像毛泽东这样 天马行空的文字 我们现在很多年看不到了 而且我也讲过 自从邓丽群走了以后 就是这个整个中共理论界 你现在也出不了大腕了 因为什么呢 他这种原来的那种 排气纵横的这种 甚至还有一些创造性的 这些人物都已经不在了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 实际上是我们这么多年 这种洗脑教育 然后加上这种思想的固化 最后造成的这么一个后果 就是缺乏创新能力 所以这次我感觉呢 仍然有 读这个四个全面 当然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你毕竟 你比如说这个奔小康吧 反正至少说明 我们现在 这小康 还没真正实现 这三十多年了 那么当然作为 这个民生换民主的话 我从前我曾经预测 我十八大以后 可能就是要民生换民主 那么我想可能 作为这个民生的这个手段 来这个改善大家的生活 什么什么 这些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当然我们是过来人 都已经听了很多遍了 我个人对这事 已经不那么热切的期盼了 但是呢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 所以我也一直讲 我说中国梦 这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好奔头 这个三十年就循环一次 所以你看毛这个 在建立新中国的时候 他也有一番 这种诗性语言的这个表述 说中国新中国是什么 一轮这个就是地平线上的红日啊 或者是一条这个 看得见桅桿的这个航船啊 他也是非常的 这个说情的来描述一个 未来的蓝图 那么当然这个邓小平时代 也给我们描述了一个 小康社会的蓝图 然后呢现在又过三十年 我们又有了一个中国梦的蓝图 这个对于新生代来讲非常重要 就是你能抓住他们的心 让他们跟着你走 这个是一种宣传上的 一种必要的这种设置 但是呢可能对于 那个学历史的人来说 已经不新鲜了 好张老师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每个口号 他都是迎合了某一种的需要 但是需要归需要 能不能进入人心 对他呢就没什么用 但是对年轻人呢 可能还是有一些服务作用 就你如果不解释他的内涵 我觉得可能还好 就你让大家有这么一个想象 你可以自己去发挥 填充他的内容嘛 但是他一把这个四个全面 一一解答出来之后呢 大家就就觉得 哦我我现在才知道了 你原来是一个目标 但是具体的目标 装了一个瓶子里面装了什么酒 可能这就是这四个全面 他是比较把目标给他具体化 应该就是这么一功能 但张老师他也说 其实现在我们 我党提出的这些口号 一代不如一代 他说其实像三个代表 还是有本体论的高度的 但是科学发展观 就已经变成方法论了 然后到中国梦的时候 就是雾霾中的风景 触摸不到理论框架 这是张老师写的是吧 对然后说这个四个全面呢 就是根本就没什么新意 都是冷饭热炒 所以都是以前的东西 但是你还别说 其实口号在以前 是真的非常有用的 你想就像张老师刚才说 最早的时候 大家都没用话吗 像那个时候孙中山先生 他在新的革命之前 提出了三民主义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三民主义 这个通过三民主义 基本上是引发了辛亥革命 在后来这个辛亥革命 完了之后 当时的中华民国 最早的时候 袁世凯当总统 他提出了五族共和 就是汉族 满族 猛族 藏族和回 他统一把这个 伊斯兰教都弄成回族 然后五族共和 也是让当时 比较动荡的这个局面 马上就稳定下来了 但是在后来 你像这个 真的是这个统治者的工具 那个时候 韦满洲国的时候 他们也提了一个 五族协同 说的是日本人 汉族 朝鲜族 和满族 还有蒙古族 然后所以其实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你一直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 口号是非常有用的 包括后来 我们那个时候 做对台湾的思想宣传 工作 当时都说一国两制 统一中国 台湾那边打的是 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 但是这个口号 确实朗朗上口 大家都能记住 包括台湾同胞 都能喊出来 一国两制 统一中国 所以它作用是起到了 但是你看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虽然这个口号 它一直是有作用的 我们也承认 但是我党 现在提出来的口号 它的这个内涵 和这个边界 越来越不清楚了 就像刚才 张老师写的那样 说中国梦 就是雾霾中的风景 然后你根本就摸不到边 然后具体的指导性 越来越弱了 但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能意识形态的色彩 越来越淡化了 对 所以 但是呢 就是说 你就像你刚才 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 你是为了理论而理论 你为了喊口号而喊口号 还是说 你是发乎内心的 就是你是从现实 这个出发 你有一个高阔的凝炼 并且是对未来 它有着一个巨大的 这个指导作用 可能因为确实我也看过 有些人就评价说 从八十年代以来 你算下来 零零总总的政治口号里面 你能看出来 每位领导人 他所处的这个时局的这个差异 对 他环境的这个变化 和他根据这些环境 这些遭遇 他会经过调整的一些 不一样的思考 就是刚才春雨讲的 他一个可能政治色彩 越来越淡化 这个怎么理解呢 最开始你看 就说这些年吧 是这个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他其实本身 他听起来是比较的 比较的含糊 但是你明显感觉到 跟之前三个代表的 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他就比较淡 因为他怎么说 他都更像是一方法论 你到了中国梦 就更加如此了 他也不是政治形态了 他就是 可能是跟美国梦 是吧 希望有一个相提并论的 这么一个提法 但是问题在于感觉上 就是好像越来越 这个气势啊 或者魅力啊 或者勇气啊 都有一些的这个下降 就口号呢 不是非常的清晰 你说可能中国梦 大家都知道 有这么一个词 但是怎么样去理解它 每个人他可以自己去发挥 你四个全面 说实话 我也很怀疑 有几个人能真的知道 什么是四个全面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吧 很多人不在乎 我干嘛要知道这些口号 我只在乎实实在在的 我的生活起来 什么样的变化 意思什么吧 你口号喊出来了 拜托 现在对于老百姓来说 他可能是有了一把 丈量的尺子 你一切的 你比如说开两会了 你每一个的这些议题 大家非常关心的那些话题 你能不能按照 你给我们开的这个承诺 给我们标注的这个尺子 你去实现它 就说你已经有承诺 你到底怎么样去兑现 可能这才是 大家更加关心的 所以回到那个口号 它的初衷 我们说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 深入人心的口号 可以解决问题的这口号 有利的 有效果的口号是什么吧 就是你要发自内心 而且要把它实实在在的兑现 你才能够进入内心 你说到这个 我忽然想起了 之前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口号 就是说 当独裁成为事实 革命就是义务 你忽然一下子就觉得 它打动了你的心 你就忽然明白 这帮学生 很好吗 对啊 它其实是引用的 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教授的 著作里的一句话 然后呢 它这句话就很明白 就说它其实就觉得 当时的这个某个协议嘛 它是没有经过协商 然后直接通过是独裁的行为 所以它 我就感觉它是抓到了重点 你起码明白它在做什么 反过来我们看 这个中国梦 你还像凡素说的 我们可以自己去发挥想象 还觉得 这个东西跟我们靠点边 但你说四个全面 我觉得我就一点都不知道 这是在干嘛 然后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建成小康社会啊 深化改革啊 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啊 除了小康社会 跟我们沾点关系 剩下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的 深化改革 你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都想它改革变得好点吧 然后依法治国 你希望所有的都是 依照法律和规矩形式 保证每个人的安全 是吧 这个从严治党反腐败啊 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说完这四个问号 你说小康社会几十年了 改革几十年了 从依法治国 法律 从建国开始就有 然后这个从严治党 从八项纪律 三项 三项主义 八大纪律 就一直在说从严治党的事 到现在 你觉得再说这个 你不得打个问号 对 就是说呢 它还是没法深入人心 还是我那句话 你说出来之后呢 你就拜托你要 你要做到 就真的指向口号 你做到之后呢 我们才会说 我们实现了这个伟大的中国梦 对 其实我觉得口号最害怕的就是 只是喊喊就算了 但是这个口号就真的指向是喊的 好 那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 拜拜